哈喽大家好 我是Dios小布 今天来看一块特殊的电源板 为什么说它特殊呢 因为据发过来的粉丝描述 这个电源是经手了两位师傅了 板子的正面没有什么明显异常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背面 这个前级后级都修变了 前面电源芯片的叫有钓铜箔 这个要么是多次拆焊 要么是烙铁温度过高了 后边的芯片 这边应该是一只可红龟 也是更换过的 但是保险和桥堆这个位置是没有动过 应该不是炸鸡的电源 测量一下保险 好的 描述故障是不通电 我们接下来接住电源试一下 这边是零线 这边火线 接住电源前呢 本着直接习惯 对后级整流管进行了一个测量 发现有一只是短路的 这只撼动过的 然后有其他两只也是好的 可以明显看到两者积穿的这个管子也是 动过的 二修机没有理由有这样的漏捡 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二级管换一下再通电 二级管型号为 S320200伏3的小特机二级管 由于手上暂时没这个键 临时用一只 小特机 SB5200 200伏5A的带换 好了 装上二级管 测量导通值 这一次正常了 再开度测量一下 这只二级管确实已经短路 好了 接下来直接上电 大家手机拿稳 看它炸不炸 上 没炸 哎 风吟器确实响了 测量一下这个7805的输入端 电压12伏稳定 测量输出端 5伏稳定 刚才更换的这个整流二级管过来 经过电容掠拨就是12伏啊 我们在这边测一下吧 没问题 我去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啊 这样子不通电的故障就解决了 在这可能有老体会有质疑了 这很正常 连我都不敢相信 修成这样的机器还漏减 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好了 最后有需要学习电维修的聊天 可以看一下左下角小王车有详细的课程 感谢大家收看